这天 叶文杰值夜班 这是最孤寂的时刻 在静静的午夜 宇宙向他的聆听者 展示着广默的荒凉 叶文杰最不愿意看的 就是显示器上 缓缓移动的那条曲线 那是红暗接收到的 宇宙电波的波形 无意义的噪声 叶文杰感到 这条无限长的曲线 就是宇宙的抽象 一头连着无限的过去 另一头连着无限的未来 中间只有无规律 无生命的随机起伏 一个个高低错落的波峰 就像一粒粒大小不等的沙子 整条曲线就像是 所有沙粒排成行 形成的依偎沙漠 荒凉寂寥 长得更令人无法忍受 你可以沿着它向前向后走 无限远 但永远找不到归宿 但今天 当叶文杰扫了一眼波形 显示器后发现有些异样 即使是专业人员 也很难仅凭肉眼看出波形 是否携带信息 但叶文杰对宇宙噪声的波形 太熟悉了 眼前移动的波形 似乎多了某种 说不出来的东西 这条起伏的细线 像是有了灵魂 他敢肯定 眼前的电波 是被智能调制的 叶文杰冲到另一台主机终端前 查看计算机 对目前接收内容识别度的判别 发现识别度是五个A 在这之前 红暗接收到的宇宙电波 识别度从未超过C 如果达到A 波段包含智能信息的可能性 就大于90% 连续五个A 是一个极端情况 它意味着 接收到的信息 使用的就是 红暗发射信息的语言 叶文杰 打开了红暗易解系统 这个软件 能对识别度大于B的信息 进行试易解 在整个红暗监听过程中 它从未被正式的使用过 按软件试验运行中的情况 翻译一段 可能的智能编码 可能需要几天 甚至几个月的运算时间 出来的结果多半还是易解失败 但这次 原始文件刚刚提交 几乎没有时间间隔 屏幕上就显示易解完成 叶文杰 打开结果文件 人类第一次读到了 来自宇宙中另一个世界的信息 其内容出乎所有人的想象 它是三条 重复的警告 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 在令他头晕目眩的激动和迷惑中 叶文杰接着易解了第二段信息 这个世界 收到了你们的信息 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 我首先收到信息 是你们文明的幸运 警告你们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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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方向上 有千万颗横行 只要不回答 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 如果回答 发射源将被定位 你们的行星系 将遭到入侵 你们的世界 将被占领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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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显示屏上 闪动的绿色字迹 叶文杰 已经无法冷静思考 他那被激动和震撼 抑制了的智力 只能理解以下的事实 现在 据他上次向太阳发送信息 不到九年 那么 这些信息的发射源 据地球 只有四光年左右 他 只能来自 据我们最近的横行系 半人马座 三星 宇宙 不荒凉 宇宙不空旷 宇宙充满了升级 人类 将目光 投向宇宙的尽头 但哪里想到 在据他们最近的横行中 就存在着智慧生命 叶文杰看看波形显示 信息仍源源不断地 从太空中涌进红暗天线 他打开另一个接口 启动了 十十一节 接收到的信息 被立刻显示出来 在以后的四个多小时中 叶文杰 知道了三体世界的存在 知道了 那个一次次 浴火重生的文明 也知道了 他们星际移民的企图 凌晨四点多 来自半人马座的信息 结束了 一节系统 开始无结果地运行 不断地发出失败信息 红暗监听系统所听到的 又是宇宙荒凉的噪声 但叶文杰可以确定 刚才的一切 不是梦 太阳 确实是一个超级天线 但八年前 那次实验中 为什么没有收到回波呢 为什么 木星的辐射波形 与后来的太阳辐射对不上呢 叶文杰后来 想出了许多原因 基地的电台 可能根本不能接收 那个频段的电波 或者收到后 只是一团噪音 就认为是什么都没有收到 至于后者 很可能是因为 太阳在放大电波的同时 还叠加了一个波形 这个波形是有规律的 在外星文明的异解系统中 很容易被剔除 但在它的肉眼看来 木星和太阳的辐射波形 就大不相同了 这一点 后来得到了证实 叠加的是一个正线波 它警觉地 私下看看 主机房中值班的 还有三个人 其中两人 在一个角落里聊天 一个人在终端前打瞌睡 而在监听系统的 信息处理部分 能够查看接收内容 识别度和访问 一解系统的终端 只有它面前这两台 它不动声色地 迅速操作 将已接收到的信息 全部转存到一个 多重加密的隐形子目录中 用一年前接收到的 一段噪声 代替了这五个小时的内容 然后 它从终端上 将一段简短的信息 输入红暗发射系统的 换存去 叶文杰起身 走出了监听主控室的大门 一阵冷风吹到它滚烫的脸上 东方 沉吸出路 它沿着被尘光微微照亮的 十子路 向发射主控室走去 在它的上方 红暗天线的巨长 无声地向宇宙张开着 沉吸 照出了门口哨兵 那黑色的剪影 像往常一样 叶文杰进门时 他没有理会 发射主控室 比监听主控室 要按许多 叶文杰穿过一排排的机柜 静止走向控制台 熟练地搬动了十几个开关 启动了发射系统的预热 坐在控制台旁边的两名值班员 抬起头 用困乏的眼睛看了看他 其中一人又扭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 然后 一人继续打瞌睡 另一人则翻看着可能已看了许多遍的报纸 在基地里 叶文杰在政治上自然没有任何地位 但在技术上有一定的自由 他常常在发射前检查设备 虽然今天太早了一些 据发射操作还有三个小时 但提前预热 也是不奇怪的 漫长的半个小时 过去了 叶文杰在这期间重设了发射频率 将其置于太阳能量镜面反射的最优质上 将发射功率设为最大值 然后他将双眼凑近光学定位系统的目镜 看到太阳正在升出地平线 他启动了天线定位系统 环环转动方向杆 使其对准太阳 巨型天线转动时产生的隆隆振动 传进主控室 有一名值班员又看了叶文杰一眼 但也没说什么 太阳 完全生出了天边连绵的山脊 红暗天线定位器的十字丝的中心 对在他的上缘 这是考虑了电波运行的提前量 发射系统已处于就绪状态 发射按钮呈长方形 很像电脑键盘上的空格键 但是红色的 这时叶文杰的手指悬在他上面 两厘米处 人类文明的命运 就细于这纤细的梁指之上 毫不犹豫的 叶文杰按下了发射箭 干什么 一名值班员带着睡意问 叶文杰冲他笑了笑 没有说话 随即按下另一个黄键终止了发射 又转动方向杆改变了天线的指向 然后离开控制台 向外走去 那个值班员 看了看表 也该下班了 他拿起日志 想把叶文杰刚才启动发射系统的操作记下来 这多少有些异常 但他看看一条记录纸带 发现 他只将发射系统启动了不到三秒钟 于是 将日志扔回原位 打了个哈欠 戴上军帽 走了 正在飞向太阳的信息是 到这里来吧 我将帮助你们 获得这个世界 我的文明 已无力解决 自己的问题 需要你们的力量 来介入 出生的太阳 使叶文杰头晕目眩 出门后 没有走出多远 他就昏倒在草地上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中 杨卫宁在床边 关切地看着他 像多年前在飞机上那样 医生让叶文杰以后 注意休息 因为他怀孕了 第二十五章 叛乱 叶文杰讲述完这段历史后 大厅陷入一片静默 在场的许多人 显然也是第一次 听到这么完整的讲述 汪苗也被深深地吸引了 暂时忘记了目前的危险和恐惧 不由问道 那么 三体组织 是如何发展到这个规模的呢 叶文杰回答道 这要从我认识医文思说起 不过 这段历史 在场的同志们都知道 我们就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 以后 我可以单独为你讲 但是否有这个机会 就要看你自己了 小王 我们还是谈谈 你的纳米材料吧 你们所说的 主 为什么这样害怕 纳米材料呢 汪苗问 因为它 能够使人类摆脱地球引力 大规模地 进入太空 太空电梯 汪苗立刻想到了 是的 那种超高强度的材料 一旦能够大规模生产 建设从地表 直达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电梯 就有了技术基础 对主而言 这只是一项很小的发明 但对地球人类 却意义重大 地球人类 可以凭借这项技术 轻易地 进入近地空间 在太空 建立起大规模的防御体系 便成为可能 所以 必须扑灭这项技术 倒计时的终点 是什么 汪苗问出了这个最令他恐惧的问题 叶文杰 微微一笑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这样做 没有意义 这不是基础研究 大方向对了 别人也能做出来的 汪苗紧张地大声说 是没有意义 能够扰乱研究者的思想 是最有效的 但我们做得不理想 如你所说 这毕竟 是应用研究 不像对基础研究 那么有效 说到基础研究 你女儿 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 令叶文杰 沉默了几秒钟 王苗注意到 他的眼神 几乎不为人察觉地 暗淡了一下 但玄机 接下了刚才的话题 其实 对于无比强大的主来说 我们做的一切 都丝毫没有意义 我们 只是做 自己想做的事 叶文杰的话音刚落 轰然几声巨响 饭厅的两扇大门 同时被撞开 一群端冲锋枪的士兵 冲了进来 王苗注意到 他们不是武警 而是正规军 他们几乎无声地 贴墙而行 很快在三体叛军周围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使墙最后走了进来 皮夹块 敞着槐 手里握着枪管 枪柄像一把榔头似的露出来 他大大咧咧的 四下看看 突然冲向前去 倒握着枪的手一抡 响起了金属 砸在头骨上的闷响 一名三体战士 倒了下去 没来得及抽出的手枪 摔出老远 几名士兵冲天明枪 天花板上落下一片尘土 有人拉起王苗 飞快地跑出了三体叛军的人群 站到了一排士兵的后面 武器 都丢在桌子上 谁在炸刺 穿了牙的 石墙直至身后的一排冲锋枪说 值得各位 都是不要命的 我们也是冲着不要命来的 我可把话搁这儿了 普通的警务和法律禁区 对你们已经不适用 甚至人类的战争法则 对你们也不适用了 既然你们 已经与全人类为敌 咱们大家也都没什么可忌讳的了 三体叛军的人群中 有一阵骚动 但并没有大的惊慌 叶文杰不动声色 有三个人突然冲出人群 其中包括扭断攀寒脖子的 那个美丽女孩 他们冲向那座活动的三体艺术品 一人抓住一颗翻飞的金属球 紧紧地抱在胸前 美丽女孩双手托起精亮的金属球 让人联想到身材苗条的艺术体操运动员 她又露出那动人的笑 用悦耳的声音说 各位警官 我们手里拿着的是三枚原子弹 每枚当量 一千五百吨级 不算大 我们喜欢小玩意儿 这是起爆开关 大厅的一切顿时凝固了 唯一在动的 是石墙 他把倒卧的枪插回左叶下的枪套 神态自若地拍拍手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让统帅走 然后咱们一起玩什么都行 女孩接着说道 样子有些娇沉 我和同志们在一起 叶文杰平静地说 能证实他说的吗 石墙低声问旁边一位 显然是爆炸物专家的军官 那位军官将一只塑料袋 扔到那三个拿球的人跟前 袋中装着一把弹簧秤 一名拿金属球的三体战士 拾起塑料袋 取出弹簧秤后 将球装进袋子 挂到弹簧秤上 举起来晃了晃 然后把球取出来 扔到地上 女孩哈哈一笑 这边的爆炸物专家 也轻蔑地笑了笑 另一个拿球的人 也照样撑了球 然后也将球扔了 女孩又笑了一声 结果塑料袋将球装了进去 挂到弹簧秤上 标持哗的一下 直落到底 爆炸物专家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低声对石墙说 这个是的 这不是有力量的 靠水